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 公布总值51亿元的同周共济预算案 进一步支持企业、员工和家庭 应对日益严峻的冠病疫情 为了协助减轻国人的生活负担 所有21岁以上的国人 将会获得一次性600元的同周共济现金补贴 协助应付眼下的生活费开销 政府今天宣布 发放给每名21岁级以上的成年国人 额外300元的现金补贴 并综合早前宣布的补贴 提前在4月发放 这意味着每名成年国人 4月都将获得600元的同周共济现金补贴 我之前宣布 国会国人会在关怀援助配套下 获得现金补贴 现在我会从这份补贴中 先发放300元 并加上额外的300元 也就是说 每名成年国人 将能提早获得总值600元的同周共济 现金补贴 在2019财政年 估税收入超过10万元 或拥有至少一个房地产的国人 将可获得600元 估税收入介于28,000元到10万元 共可获得900元 不超过28,000元的国人 则可获得1200元的总金额 这笔补贴金额将分4月和6月两次发放 除了4月发放的600元现金 中阶收入国人 6月还可再获得300元 估税收入不超过28,000元的国人 6月可再获得600元 华为捷表示 已经提供银行户头资料的人 将在4月14号之前收到款项 其他人则从4月30号开始 陆续收到支票 另外 政府也扩大自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的涵盖范围 拥有小额雇佣收入 以及住房房地产 年值在21,000元以下的自雇人士 也能够获得收入补贴 这意味着 更多住在私人公寓和其他私人房地产的自雇人士 也符合补贴条件 王位杰说 自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扩大之后 大约10万名自雇人士将受贿 他们将从下个月起 分三次获得补贴 每次3000元